大家好,我是十一月蓝 一起来关心2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228事件 76周年纪念仪式即追思音乐会 28号的上午在北冰公园和平广场举行 出席与会的98岁廖炳慎 是花莲唯一还在市的228受难者 而致辞的时候他就表示 最后是选择了包容、宽恕、加害者 而陪同出席的儿子廖建志 则是几乎某些政党不断消费操作228事件 只要是谁挑起了两岸战争 就是历史的罪人 期盼物恶战争不会在台湾上演 花莲县228关怀协会 28日上午在北冰公园和平广场 举办228事件76周年 纪念一世纪追思音乐会 包含六位傅昆奇、县长徐真卫 市长薇嘉燕、议员薇嘉贤等人都出席与会 由徐真卫代表县花鞠躬 而花莲唯一还在市的228受难者 98岁廖秉胜 协同出席贵宾一起敲响广场和平中 花莲县内唯一还在市的受难者 98岁廖秉胜 在儿子廖建志陪同下 分享常在心中深处的难过记忆 廖建志随后更大声疾呼 只要谁挑起两岸战争 将会是历史的罪人 本人在76年前 受到刚才傅昆儿子讲的这个情形 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悲哀 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 那我就不再想他 他选择宽恕那些当初对他家暴的人 家害的人 枪头打他 灌水 他选择了宽恕 这几年他都在做社会服务的工作 他也是农会的志工 九十几岁 98岁的志工 在纪念76周年的这个时候 个人有几点期望 第一个 我们希望社会 我们的人际和谐 我们看到社会上太多的社会新闻 就是人际不和谐 社会安乐 世界和平 刚刚县长讲到了乌俄战争 最后我必须要讲的 只要谁挑起两岸战争 他就是历史的罪人 只要谁挑起两岸战争 他就是历史的罪人 那个残害比228还残酷的 华联县二日八关怀协会理事长 郑英贤致辞表示 父亲证据 曾在民一国小担任训导主任 当年曾被情治人员抓走 关一个多月 对于那段期间 后来很少提到 甚至过世前 口中人用日语念着 亲国奴不要抓我 可见二日八事件留下的阴影 受难者家属人 期盼真相大白 希望相关党史能公诸于世 让人释怀 不要让历史重蹈覆策 记得长邦彦 火联师报导